AGA FAA FAA 口號搭配動作 經典女孩們卯足全力應援 台下球迷也熱血沸騰 畫面曝光超震撼 尤其啦啦隊團長崔維斯 大力甩頭搖滾式應援 還直接被外媒轉發 轟到國外 超級厲害 超級厲害的氣氛 但是很開心 而且確實是有不同的經驗 一連好幾場比賽 熱情應援也讓國外球員 在場上被震折 今年女孩們帶動氣氛 也讓全世界都驚呆 也成為球迷以及台灣隊的 強力後盾 尤其全力打的時候 我們也會高喊選手的名字 對 他們也會非常震撼 我們還會敬禮 粉絲數流量變現相當可觀 啦啦隊隊員平常也會 透過直播增加粉絲黏著度 隨著粉絲抖內 以及贊助商相關收入 啦啦隊名氣增加 活動邀約也跟著來 也會帶動球賽以及周邊收入 擴大運動產業鏈 經過這次經典賽之後 然後就有一些粉絲 是第一次進我直播間的 球員其實不太有機會 跟球迷朋友互動 對 所以我們可能接觸 球迷的機率比較高 台灣啦啦隊高聲量也打造出 台灣獨特的應援經濟商機 像是台灣現有的職棒 以及兩個職籃聯盟加總 每年就吸引各大企業 投入超過50億 相關產業產值更超過百億元 其實這個市場作大之後 就是這個經濟效應 大家可以看到第一個就是 我覺得最直接衝擊的收入來源 應該就是所謂的商品 周邊商品 這回經典賽 女孩的知名度引起國際注意 啦啦隊最初是依附球隊而生 如今演化出比經營球隊 更快回本的商業模式 三星新聞 邱瑞陽 謝文翔 社邦明 台中台北採訪報導